2021年6月22日 陈君凯 台湾观点 推荐数213 公式台语台成立后 播送节目时的字幕 乃采用教育部所建制的线上词典 教育部台湾名南语常用词词典 望之宛如天书 笔者虽然才书 却未必学浅 总觉可资商却者甚多 然而 如今该词典却成为台语简定的标准 甚且是12年国教母语教学的范本 事关重大 不可不慎 尤其 该词典为江泽定用字的依据告知使用者 实为汉式 孤不论台语究竟是南楚之外的百越民族受荣汉语 并为其同化的结果 亦或如同该词典总编辑姚荣松于续文中所指称的 台湾名南语作为汉语的一个知脉远远流常要言之 台语既于汉语密不可分 是以责定汉字时 应经由严谨的学理论证 而非透过委员投票表决 并且 应尽可能减少以英介字 而以取英语义两方最为适切者 故此 若非具备历史语言学的学养及丰厚的文献学基础 孔未能克尽其功 从古音演变的轨迹 以及台语拥有至少文百两层语音的情形观之 笔者实在看不出该词典和以责定俗用 却无意的破病 而非古代文献上常见的发病 依形生字的原理 此处发的字音 当与泼水的泼字相同 无需另界破字的字音 至于憨漫 以古代汉及电子文献检索 未见有此用法 又何以不责定盛行于中国宋代 因意皆吻合的用语嫌漫 类似的情形难以禁述 即便用字正确无误 但未能适当标注于原者 亦所在多有 诸如 交官 行春 纪年 法度 家哉等 虽于古代文献常见 亦具无出点 凡此 皆不免令人忧心 这将会让台语变成怎样的风貌 实则 诚如该词典副总编辑张平生在序中指出的 坦白说 这部分的工作 我们所能做的是汉字的整理工作 而不是在公布明南语的 常用标准字体表 因为书写用字只能够用宣导提倡的方式来渐渐取得共识 不太能够用颁布公告的方式来强行制约 既然这是该词典原本的定位 那么 它又如何能成为台语简定的标准 或是十二年国教母语教学的范本 原本推广台语的美意 难道不会适得其反 使人望而却步 甚且误入歧途 为免误人子弟 时应从长记忆为宜 作者为北社社员 辅仁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这是我们来研究的 我们来研究和宣传信 体里面在的是 别 咥 咥 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